放眼望去好多人包得像肉粽一样 天气变天了 中国民众生怕自己被动着 能选短款的羽绒服 大概应该是在1500左右 随着寒潮来袭 不少店铺都把羽绒服 大衣等摆放在显眼的位置 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天冷了 来自北京的民众怕着凉 最近秋衣棉被等保暖用品 出现销售高峰 部分产品一度卖断货 摊开数据显示 自10月以来 保暖服饰消费表现强劲 羽绒外套雪靴的成交额 都比去年同期成长了不少 冬已经上新了40%了 羽绒服品类已经占比20% 我们这个保暖用卖的特别好 以前中导年人买的比较多 现在年轻人也挺喜欢 有的人都好几套好几套的买 随今年气温下降 民众不仅要穿暖也要吃得暖 我们这就是说习惯了 好像天凉快了 吃个顺热不挺方便吗 最近以火锅代表的暖食消费 不断升温 贵州地摊火锅 云南酸菜牛肉火锅 等小众特色火锅 也逐渐走向大众化 不仅热锅食材销量成长 就连火锅外送订单 也比去年同期成长超过130% 基本上就是火锅 销量还是有跳起的 比平常可能增幅30%左右 中国地形多元 气温骤降 也让温暖商机越滚越大 三里新闻林志祺报道 えー下三里新闻人